好 谢谢局长 局长 您担任国安局长多久了 一年不到 我只知道一年不到 几个月 几个月而已吧 他们在帮我算 你国安局的业务花了多少时间来熟悉他 我讲的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敢自称为一个很熟很显熟的一个局长 您很谦逊 因为国安的业务的确包山包海非常复杂 但我知道假如我有负责国际两岸跟国内 还有跟各合作友方的 这工作正常推动的是我知道的 您知不知道国安局哪一年成立的 43年嘛 43年 好 那到现在呢 任期你已经有十几任的国安局长了 任期最久的最短的你知道是谁吗 最短的我知道那个蔡朝明 蔡局长他两任他第二任很多 蔡朝明第二任很短 他一年不到 其他长的前面都很长哦 不错你对于这个相关的理解是有的哦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通常都很多任的哦 那蔡朝明是因为他第二任所以他才做的比较短哦 他第一任也一年多一年 媒体爆派说你要当国防部部长 有没有这回事 我刚才外面进来前记者有就问我 我就跟记者讲的这是争议讯息 什么意思 因为我并没有任何人告知我或者跟我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局长首先哈我必须先说您适合当部长 但是哈我要告诉你国安局的业务就像你刚刚自己讲的哈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哈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安局长事实上都必须要久任之后啊国家才得以安全 如果您现在去当国防部部长哈 您会是66年以来国安局最短任的局长您知道吗 我知道所以我也我也 所以我说为了国家安全着想哈 我您适合当部长我必须强调但是我希望能够做久一点哈 这是我第一个 第二个哈 我时间很短只剩四分钟哈三分钟多哈 上个月哈我收到贵局的公文 这是您发的公文好不好 这上面哈你看这个公文 这个后面有这个 迷风对不对 有盖印 我想请问这个是不是你们发出来的公文的标准程序 嗯应该不是 他标准程序有另外的 这带着专门交给委员的 这上面啊有密啦 就是他的密等是密 属于一般公务机密 所以这个是不是你们的标准程序 有盖章 然后贴这个迷风让我本人来开对不对 对就是从给委员看的 来我们看下一张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标准程序 事实上国安局是不是属于总统府 不是 国安局是总统府 所以按照总统府的文书处理手册 你们看到你们用密等级的 像这个公文一样 是切实密封 然后按传递方式处理 然后后面写说 内封套上面 要这个封口及接封处 要加贴薄棉纸或胶带 加盖密戳记 对不对 标准程序 就在这封公文之后几天 我又收到另一封公文也是你记得 您发的对不对 上面一样是密等 一样是一般公务机密 但是你看 后面 却没有盖这个章 却没有连这个胶带 如果这一封 是符合你的标准程序 那这一封呢 这我没有办法 我会去检讨 这个我有疏失 的确标准程序有疏失 所以这一封公文 其他人开了 本人都老实说 本人都不见得知道 而且这一封的公文的机密保护 就不够了 你知道这份公文给谁的吗 我内容也没看 应该是给委员才对 是是给委员 原来的这一封正确的公文 是给何志伟 本会委员 我们都看到了 这一封公文是给吴思怀委员 为什么你给吴思怀委员的公文 就不一样 这个我们疏忽 我跟委员报 疏忽还是故意 应该不会故意 因为我没有故意的理由啊 哇很多人看到吴思怀委员就特别要 要有理由啊 我看到吴思怀委员 为什么今天 所以我说今天他也不知道我要讲这个 这个公文很多委员都收到 也不是我今天大家自己回去拿 这个明明是机密啊 其实是一般公务机密啊 因为问的东西也没什么 可是你们偏偏 你处理别的委员 你疏失大家还不注意 你偏偏就处理吴思怀委员的公文 你就疏失 所以这一点哈 我希望就像你所讲的 不是故意的 我希望就像你们所讲的 没有人要害吴委员 那所以今天国安局所发出来的每个公文 事实上都应该要符合总统府的处理规定 所以这一点哈 我要特别请你们啊 我希望就像局长 就是讲的 没有疏失 然后不是故意 然后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们能够对我做一个 这个说明好不好 好 那我知道你时间很赶 我就留一点时间让你早点离开 委员谢谢 很抱歉 好谢谢我们陈宜兴陈委员 刚刚陈委员提的 我想国安局要注意一下 因为每次都说你们最重视公文保密 如果是有这个状况是蛮夸张的 好 那就这样